台北市長選戰撒卡都打得火熱 陳時中不滿被蔣萬安和黃珊珊 圍攻黨苗爭議 覺得自己毫無委屈又心酸 還為自己辯解說 去年有多給雙北疫苗 但北市府顯然不認同 提醒陳時中別忘了 雙北當時疫情最為嚴重 拿到較多的疫苗 理所當然 講完也痛批不理解陳時中哪裡委屈 因為疫情讓上萬人無辜喪命 覺得委屈的應該是家屬才對 陳時中只在乎他自己心情受到委屈 你可曾想過這些家屬的追星之痛 都證明陳時中沒有同理心 政治凌駕專業 政治凌駕防疫 綠營先是把慈禁抹紅成中共自己人 現在林志堅還把12億出包了棒球場 類比成台積電也有不良品 柯文哲狂酸這是在挖洞給自己跳 扯什麼慈禁是中共同路人 這已經夠笨了你知道 你現在在扯台積電 我跟你講我要是台積電高層 一句話就把你封掉 我說我們台積電不會花12億的成本 做2億的產品 那你花這麼多錢還做不好 不要爬出一個坑 再掉進另外一個坑 這個越扯越大你知道 敵人越來越多 中央防疫政策不利 讓確診者無辜喪命 曾經的指揮官卻含委屈 恐怕只會讓百姓更加無法接受